市長今天特別用一個非常簡單的示範動作 來告訴我們視頻朋友 如何自我防護 這個叫做自我防護 泡泡 什麼叫泡泡呢 我們站起來可以看到 只要我把兩隻手伸開 兩隻手伸開 然後形成一個泡泡 這就是我所謂的保持社交距離 學生要戴上口罩 以及使用自備的腳尖 保護你 保護你 一起對抗 我們的自我防護泡泡的距離 手巾 口罩 保護我 保護你 一起來對抗地球 這叫做自我防護泡泡 這個距離就是兩隻手臂張開的距離 不管你在室內 在室外 原則盡量保持這樣的距離 絕對可以用防護泡泡 保護你跟我 加油 我們的足跡分布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萬華過來就是板橋 而且集中在板橋 跟萬華最接近的前面這個區塊裡面 至於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中和也是一樣 中和也是跟萬華區塊最接近最密集的地方 來做的足跡分布起來 它的熱點都在這些地方 所以其實新北市目前所有的疫情 八成以上 都是從萬華活動室跟接觸者有關係的 所以目前我們所有的疫調和分析出來 這些都還是跟萬華的案子有關係 咱們來做囉 咱們來做嗎 咱們來做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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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因為還有剩一些的疫苗 所以我們一大早就特別聯絡我們這邊的 相關附近的醫療院所的同仁 如果有這個注射的需求 可以在今天早上過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最近這個區塊的疫情溫度比較高 那其實大家真的是同舟一命 我們大家一起增強免疫力 來預防這些嚴重的感染 所以我們特別在今天早上聯絡這一區的人來打 簡單說是這樣 但是目前是醫護人員 醫療人員先來 所以大概現況是這樣 所以主要都是先聯絡這些開業的醫師 因為他們都要負責採檢 因為我們再來社區採檢會是我們很主要的一個部分 大概簡單說背景是這個樣子 因為一開始大家都想等啦 大家的心態都是反正沒疫情我就等 一開始的想法都是這樣 但是突然之間在這一個多禮拜 疫情就突然就來了 所以我們醫院在上個禮拜 大概員工的接種量大概有兩千多位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選擇的問題啦 那還好是AZ下禮拜又會有疫苗來 我們預估等疫苗再來的時候 施打的狀況應該會相當理想 在上個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在新北的各群組都有在發起 看看大家有沒有需要要來打疫防針 在短短的一天就有1500位的基層的醫療 醫療的這個我們的醫師還有護理人員來登記 那這個量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非常感謝亞東醫院第一線的 馬上播出很多原來要給他們員工打的疫苗 給我們的基層醫師來打 所以大家在現場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我們基層的醫師在這邊施打疫苗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謝亞東醫院 你有話想說卻苦無發生的管道嗎 你對事情有不同的見解卻無人傾訴嗎 年輕學子們站出來說出你的想法 讓我們聽聽年輕人的心聲 鬧辯奉下強力徵求學生辨識 只要你敢說我們就敢要 趕緊拍攝影片 然後發送到我們以下的信箱 就會有專人跟你聯繫 還有還有別忘了訂閱我們 鬧辯風向的YP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彩的辯論喔 各位朋友鬧辯風向 趕嘴就來辯